俄总统普京下令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俄军一直保持着克制 很多大杀器没有亮相 乌军有西方国家的军事支援 没有被彻底打垮 居然敢发起反攻挑衅 4月1日凌晨 二架乌军直升机趁着夜色掩护 从低空进入俄罗斯领空 对比尔哥罗德式一座燃料库发动袭击 导致两人受伤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袭击发生后 第一时间向普京通报了相关情况 佩斯科夫还警告 乌军的空袭将阻碍两国和平谈判 乌军这次成功越境 还顺利摧毁目标 说明乌军仍有相当的战斗力 普京不在手下留情 俄军对乌军发动了猛烈攻击 就在乌军反攻俄本土第九天 苏-30SM和苏-35战斗视频被公布 4月9日 俄国防部公布了一段现场视频 俄军出动苏-30SM和苏-35战机 对探测到的目标发射了空对地导弹 精准摧毁了乌军的防空系统 俄国防部发言人柯纳申科夫10日表示 自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俄军已摧毁乌克兰127架飞机 98架直升机 436架无人机 2052辆装甲战车 1975辆特种军用车辆 232台多管火箭炮 894门野战火炮和迫击炮 以及234套防空导弹系统 乌军资源消耗迅速 渐渐扛不住了 于是西方国家又向其伸出援手 4月9日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波兰 并与该国总统杜达举行会谈 两人讨论了援助乌克兰和防御俄罗斯等问题 英国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向乌克兰提供的5亿美元的额外信贷担保 同时将向乌克兰追加1亿美元军事援助 英国除了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导弹 防空导弹等装备 还将提供120辆装甲车和新的反舰导弹系统 西方国家迫切希望这场冲突长期化 但对于当前的乌克兰而言 这些武器都是不祥之物 只会带来更多伤害 最终遭殃的还是普通民众